你在台上往下上课的时候 这次就会不断地往前 然后你每次上完课就觉得奇怪 我好像没有特别动很多脖子 那为什么会 就是很酸痛 不舒服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是应该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那高低肩是怎样 很简单啊 我们在站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有背一边的这个包包 你那一边的包包 不自觉就会往下垂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我如果背双肩的包包 很奇怪我也会有高低肩 明明是双肩还是会有 因为你会不自觉的 譬如说好我在站捷运的时候 我不自觉会想要靠某一边 比如说如果有那种门边可以靠的 我觉得不自觉想靠那一边 对会比较舒服 然后那一边自然就可能会有高低肩 重量不平衡 对 其实我跟大家分享两个案例是 像我们以前都觉得 小朋友如果没有长高 是什么生长版的问题啊 是整个发育 营养不够啊 然后多吃一些像长高药之类的 但是原来我才发现 姿势不够 姿势不对 真的会影响长高 我们家附近就有一个小朋友 15岁 可是长得很瘦小 然后又有驼背 然后他妈实在没有办法 就把他 就是去找这个运动医学科医师去看 因为他当时去看骨科的时候 骨科说其实发育没有什么问题 他说建议他去看运动医学科 结果一看才发现 原来他有长期驼背的问题 所以他呢 经过矫正了以后 再加上携带一些 帮助他辅助姿势的改善 才一年长高了11公分 去身外区的事情 11公分 哇 这样子耶 对 那个医师还跟他讲说 他本来就应该长这么高 所以他的驼背造成他整个发育不良 所以其实驼背的这个影响发育 比想象更严重 发育的问题 其实我们骨头的生长 跟肌肉是离不开的 其实我们想象一下以前比较古早的时代 三西产品没有那么多 所以小孩子可能放学也不会说都是 就是玩电玩手机 所以就是一些酸痛的问题都会跑出来 酸痛久了 连带会影响情绪 那情绪又影响身体其他部位的生理机能 那假如进一步变成骨头上有一些侧弯 駝背的影响 那可能那时候就要开刀了是不是 对 那个其实就算没有到开刀的地步 其实对身体的影响还是会有间接的 我就遇过差不多是小学 差不多五年级的小孩子 他应该是在学校的健康检查 就发现他的脊椎侧弯 这么年级 五年级 就是说靠我们的外在的那个诊室 去触摸就发现他的脊椎是弯的 其实五年级去看 搞不好他其实更早就出现侧弯 那这个是先天的吗 那倒也不一定 后来帮他照了X光 发现他确实已经快要变 出现X型的样子 快要出现 但角度还不是很大 那当然我们就要去看原因是什么 当然体质因素当然是其中一个 一定有一些外在的因素 那后来检讨起来 应该是书包的问题 对 书包背得太重 不管是斜背 单侧背或者是 双肩背 现在大部分都是背双肩背 但是还是很重 还是会压还是重 而且你背的时候 你就不自觉就会妥 真的 书包的方式 看能不能变成用拉的 像空间那样用拉的 节目最开始就提到说 因为我们人的头重量很重 这个体重的十分之一 所以当你的重心不对的时候 尤其我们大部分是低头 或者是为了要看清楚荧幕 就物归颈出来的时候 所以这整个十分之一体重重量 往前移的时候 颈椎的这个负荷是相当的大 那这时候就牵涉到我们肩颈肌肉的强化 要怎么去训练 那其中有一些关键的肌肉 就这个图片上所提到的 像这个 这个是一层一层的 最表层的 就是这个最大块的 这个斜方肌 这个斜方肌 那把这个斜方肌去掉 把它翻开之后 是在更里程的 在这个肩胛骨的内侧 有菱形肌 有所谓的大小菱形肌 那另外还有一个 从肩胛骨连接到我们颈椎的 这个叫做提肩胛肌 上半身上肢 其实是借由这些肌肉 悬挂在我们的脖子上 其实可以慢慢这样子去体会 就是说我们的双手 双手这一组构造 几乎是靠着这些肌肉 挂在我们的肩 挂在我们的颈椎上面 没错 挂在我们的颈椎上面 所以你这些肌肉的强化 假如不足的话 就会造成肌肉疲劳 那肌肉疲劳就会痠痛 那肌肉疲劳就更撑不住 撑不起你头的重量 它整个重量一负荷下来 颈椎就会开始变形 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强化这个肌肉 最简单 最有效的 大概就是两个动作 破不及待 我起床就当成热身一样 当成热脊一下 我就先做一百下 从来没做过的人 现在马上做看看 做三十下 你就会觉得酸了 好 做到一百下 第一个动作 比较像阔胸 其实就是在训练 刚刚讲的那个 肩胛骨内侧的那个肌肉 就是菱形肌 这个斜方肌 就是说我们做一个扩胸的动作 扩胸 对 扩胸的动作 要握拳还是什么 都可以 其实手自然就好了 就扩胸 当然你手不要摆得太低 手要让它 要高一点 要高一点 但是也不需要到这样子 因为这样子 没办法扩胸 就是说一般自然就好 做一个扩胸的动作 Rollens你做得很标准 Rollens这样对不对 这样当然是可以 那这样子的要做几下 我觉得是看每个人的耐力 像我自己是每天早上起床 就当成热身一样 当成热脊一下 我就先做一百下 一百下 我就先做一百下 我就先做一百下 对 这是第一个动作 那第二个动作 是 叫做对空拉单杠 对空拉单杠 你想象一下 我们一般拉单杠就是 想象有个单杠 抓着 好久没有拉 在小学的时候才会拉 太久没有拉 因为我们是对空拉单杠 所以是想象就好了 是 那拉单杠的时候 我们也不要这样拉 我们一定要把肩胛骨伸展开 OK 先进脚子伸展开 然后就做出拉单杠的动作 也不必 手要不要用力 不必 手用不用力 都没关系 就是只要动作 那也是一样 先挑战一百下看看 这个动作其实从来没做过的人 其实现在马上做看看 做三十下 你就会觉得酸了 哇 而且会觉得 哈 做到一百下 对 所以其实这个 没多久 虽然很简单 但是知道要做到 两个最主要的动作 很简单 那我的腰会顺势 也是会有一些舒缓帮助吗 当然也是会有 就是连带的 那我问一个 不知道是不是挫问题 那我这样做 是不是我可以减少 那个什么骨企 这个脖子不是常常有人会长脖子 对不对 是吗 应该会有帮助 会有帮助吗 应该会有帮助 因为你强化肌肉之后 就可以 就可以撑得起头的重量 对 然后不会 造成不当的那种磨损 对 对 那很简单 可是还有一个叫使用辅具的辅助 这个是什么呢 比较慢性的酸痛出现的时候 大概才会需要跳到这一步 OK 就它是一个生活的一个辅助 如果说这几项都可以做到的话 就是直角兼少女背 甚至 Lorence要说还有什么 天鹅颈 是吗 对 是 分享一下 很优雅的这个天鹅颈 对 还有S曲线 那怎么做的 Lorence也有法宝 是啊 就是可以通过一些 我们的这个护具来帮助我们 重新把我们的这个肩膀 重新调整回来 因为很多人都说 水牛肩就是很厚重 对 就是因为你的核心肌群练不对 造成不当的施力 然后你不当的施力 又没有运动 造成它就会有一些脂肪的堆叠 那脂肪堆叠越重 你的颈椎 跟你的腰椎 跟背椎 就会越大压力 所以其实我通常都会 比如说 如果最近工作真的非常累 我已经觉得酸痛已经开始有些出现了 或者是 让我已经没有办法 附和不了 附和的时候 我就会穿一个肩背护衣 类似这样的概念 来帮助我 辅助我 因为有时候真的 你在办公室的时候 在那边打字打字 你没有办法固定什么姿势的 这时候你全心全意 只是想说赶快把工作做完 可是你每次打完 肩膀这种僵硬是很难形容的 这时候我就会穿一个像这样 防驼的这种肩背护衣 防驼的 让我的肩膀可以猜透过 辅具的方式去固定一个姿势 就像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OK 就是我平常都会放在我的办公室 然后如果我今天要做的工作 是比较长的 或者是我已经觉得最近很劳累 而且是我如果睡不好 通常我的肩膀就会酸痛更严重 我就会把这个防驼衣拿出来 穿在身上 然后让我透过这样的辅具 帮我固定我的姿势 所以这个应该是你的 互健康的辅具 对不对 那要怎么穿呢 你今天有请了一位朋友 Mickey对不对 对 超模 来帮我们示范一下 欢迎Mickey 谢谢 我们一起来看看 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般那种医疗器材 在设计上面 都要考量到就是我们亚洲人的身形 因为我们亚洲人的身形 其实我们的肩膀比较厚 它不会很重很轻 就像很多的这个就是 黏扣在沾你 然后打开就可以是不是 因为它设计上 既然会用一些像什么 比如说竹炭纤维 那种比较防菌 抗菌的材质 这个材质是竹炭纤维为主 抗菌 而且因为竹炭本身 就会有一些远红外线的功能 可以加强一些循环 代谢 这个应该都自己穿脱就好了 是是是 它不需要别人穿脱的 它其实可以自己来 然后你可以选择你自己适当的大小 那我冬天如果穿衣服多的时候怎么办呢 很简单 你可以再穿完内衣之后 或者底衣之后 把它穿在这里面 外面再套毛衣也可以 它不是可以穿在那个可能厚毛衣 或是说那个毛衣上面 不是要穿在里面 这样是穿在 这样贴近你的身体 但是就穿内衣的方式 就像它这样子 就越贴近越好就对了啦 前面这两个松紧带的部分 它其实做的是松紧带 那这部分的话 就是可以让我们依照需求 可以调整自己的松紧 你可以自己照自己的需求来调整